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集我們答應觀眾朋友 要帶著朋友們來參觀王冠雄老師的 圓明園黃花梨木宮廷古董家具 我們不食言的喔 而且好期待喔 馬上走 今天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我居然會有機會坐在全世界 唯一僅此一套的黃花梨木古董家具上 整個感覺都不一樣對不對 好有至尊無上的感覺啊 氣質也不一樣了 是啊 的確是耶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知道王老師 您也不開放讓大家參觀的對不對 更別說大家有機會可以坐在這上面了 那這一套家具難得在 因為它真的見證過歷史了 是不是經過了什麼天災人禍啊 戰爭啊等等 可是最後都沒有破損 最後竟然坐落在您家的客廳裡面 真的是太難得 所以我們也想說藉這個機會 您是不是可以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好好地來介紹一下這一組家具 我想我介紹這個黃花梨木這套家具 我想重點不是在它的價值 而是在它藝術跟文化的意義 是 因為這是 這個家具它是圓明園的 考證出來是圓明園的 那陝西故宮 沈陽故宮都有人來看過 那很多古董文物專家也都來看過 那後來我就拒絕了 所以我們很榮幸對不對 對 很榮幸好難得 老實家是平常人連看都不讓人家進來看的 即使在清朝它圓明園的時候 這個木材這個木料已經斷流了 這是黃花梨木 黃花梨木 海南黃花梨木 那這個大件的它大白你看它用料上面很浪費 這是筍帽連接的 我們有釘子 它這個圖案的線條 據我們考證它是 大概是 有西洋傳教士在裡面繪圖 就可能像郎士銘那樣子 或這種等級繪圖 然後跟中國的元素混合起來做出來 一般我們就覺得 中國的古董家具都很厚重 然後要展現木料 就給你看木模很厚重 它不是 它最主要它整個做得非常地條 你看背後是垂直的 直的 椅腳是弧度的 這是清朝宮廷家具的特徵 對 它這個家具你一看就會 它有一股宮氣 就是宮廷的氣 雕工非常非常地好 其實這個家具我有三十多年了 您擁有三十多年了 擁有三十多年了 我從台灣帶來了 謝謝 那我最早是從歐洲 因為它在八國聯軍的時候 被人家弄到歐洲去了 是 大概被搶接走了 那我後來在那邊 後來在歐洲我把它輾轉了 就是我把它收購下來 我把它帶回台灣 我稍微整理過 是 二十年前來美國的時候 我把它帶回來 就等於一直跟著我了 現在黃花梨木被炒作到這樣子天價 一顆木 就是原木的木材 一顆就等於一顆黃金 你不要說它的原料很相當的昂貴 它的這個 您說它的文化價值 對不對 還有它的這個藝術價值 那也都不在話下了 對 像今天我們坐這裡 其實這套椅子 大概七八年沒有人做過了 好不信任 就止於欣賞 是 不過像您剛剛有提到 它可以說是全球唯一一件 對不對 九件式的黃花梨木的互動 唯一的一套 他們家還有另外一個 全球唯一一套的東西 對 你知道什麼嗎 我當然知道 就是在我後面的黃花梨木鋼琴 也是全世界僅有一台 這鋼琴的用料是更浪費的 它是古董 它的琴鍵是用象牙 是亞洲象的象牙 不是非洲象 亞洲象的象牙很密 顏色比較潤質 那它五金到現在 還是沒有金換過 就很難得說 你一套古董家裡 尤其鋼琴這麼大東西 這些年下來 你沒有被水淹過 你沒有被蟲咬過 沒有老鼠咬過 都很難得的 所以你看 兩百多年的家具 這個應該也將近要一百年的歷史了 六十幾年的歷史 六十幾年的歷史 今天真的很幸運 可以欣賞到這樣子的五價之寶 蘇凱雲 你的朋友真的是 靠雲 好棒